男孩快玩手机有些 把自己锁在家里 痛痛快快的玩了两年 结果却因此保住了自己的小命 而小镇的其他人却全部丧命 具体是这么回事 小安是个手机控 开始的时候是在学校玩 后来他学校也不去了 把自己锁在家里 不是玩吃鸡 就是刷抖音TikTok 两年的时间就是这么过的 这天老妈推门进来 拿掉小安的耳机 老妈很宁爱小安 对她好言相劝 让小安出去活动活动 而小安却说 好家伙 说了这么多no 就是不乐意呗 老妈表示 那好吧 我去上班了 你可得在家照顾妹妹 小安很是无奈 表示 真烦人 我还上分当战神呢 老妈表示 饮料和零食已经填满了冰箱 你可以吃个够 小安一听 这才答应 老妈一走 小安继续打游戏 两小时后 妹妹大哭起来 小安这才想听妹妹 她让妹妹别喊叫 妹妹才一岁 她根本不听 继续哭 小安没有办法 直接拿来手机 给妹妹刷起了抖音 TikTok 终于不哭了 小安又在沙发上 玩起了手机 看起了只要给点赞 就会有好运的波罗术电影 这时 妹妹搬起了电视柜 好家伙 68寸打电视 马上就要掉下来 要砸住小宝贝 小安无意瞟了一眼 瞎尿了 赶紧跑过去 差点出大事 小安指责妹妹 熊孩子玩什么不好 玩电视 妹妹太小 听不懂 一副无辜的表情 给我躺到桌子上去 妹妹上了桌子 躺在那里 她只穿着纸尿裤 逗着小肚皮 小安呢 还是端着手机忙得很 好家伙 又看起了 王者荣耀的视频 这时 小安闷到一股臭味 不会拉裤子了吧 小安举起妹妹的腿 拉开纸尿裤一看 我却拉了个稀里哗啦 妹妹啊 貌似也害怕哥哥说他 表情尴尬 带着几分害怕 大家觉得 这个表情可爱吗 觉得可爱的够三个七 反正咱们呢 肯定做不出这种表情了 小安揪起眉头 拿出了纸尿裤 这酸爽的味道 让她的呕吐感 欲拔不动 反正闻到一边 小安呢 也不动给妹妹擦一擦 直接拿来新的纸尿裤换成 妹妹的表情 才舒坦了一些 没有我却 换一次纸尿裤 比我吃一把鸡还累 小安决定休息一下 妹妹从沙发 掉到地板上 小安根本不管 从冰箱里 拿出了饮料 再来两袋零食 坐在椅子上 一边玩手机 一边又吃又喝 这样的日子 不用上学 生活真是惬意 然而 外面的城镇 此时出了大事 孔雀岛小镇 靠近冰岛 畅年龄下30度 小岛呢 被冰雪覆盖 可他们新建的高尔夫球场 却小草绿油油 这么诡异的事 到底怎么回事 这时 立刻高尔夫球 滚过草地 落入球洞的下水管内 球上的不明物质 直接进了自来水中 分解成上千万个 有毒的细胞 然后再通过水管 流向了千家万户 一家理发店的托尼老师 给男借了一杯水喝 之后 男人回到家 竟发现牙齿变成绿色 用手指也抹不掉颜色 楼上的老婆呢 正在泡澡 呼喊男上来 玩地露汗 但就在这时 男人突然僵在原地 接着迅速上楼 跑进了浴室 一口咬中老婆的脖子 最后呢 两人眼睛变绿 都领了盒饭 此时 打高尔夫球的富豪 看到自己的宠物狗 双眼发着绿光 扑向自己的老婆 又是一口咬中脖子 下一秒 富豪竟然看到 所有球场的员工便宜 朝他扑了过来 他立刻和球场老板 赶紧躲进球馆内 却不料 富豪也在这时 双眼发绿 口吐滤汁 冲着球场老板扑来 吓得老板 赶紧躲到厨房 逃过一劫 很快 孔雀岛的大部分居民 喝了自来水的 都变成了丧吃 小安则不一样 玩了两年吃鸡 走火入魔 游戏里 做梦里 生活里 到处都在找饮料 说饮料可以保命 抗毒吃鸡都没有问题 所以 小安现在睡觉 手里都捏一罐可乐 否则睡得不踏实 然而 就是这么一个习惯 让小安从来不喝自来水 小安逃过了一劫 妹妹用瓶装水充奶粉 也没事 可母亲呢 就没这么幸运 她喝了自来水 榨的蔬菜汁 几小时后 夜幕降临 母亲已经计划成丧吃 小安对此一无所知 她打开一罐可乐 准备喝 劝不了 罚款的声音 刺激到母亲的神经 直接朝他们的扑露过来 小安搞不清楚 咋回事 只能拼命往门外跑 这时 一辆老爷车再来 转回到他母亲 车主是个老警察 她和小安看到自己 冷了三秒 小安的母亲乍是苏醒 老警察让小安别过去 只管和家族上门别出来 接着老警察驱车离开 搞得小安一头无水 这时 远处跑来一群丧尸 小安立刻把母亲 都回家里 所在浴室里 但妹妹却被母亲吓到 三婴儿装上放声好哭 引来一群丧尸叫打门 把抱枕和反偶 直接塞进婴儿床里 这样掩盖了哭声 门外的丧尸 瞬间停止敲门的动作 老警察这边 来到盖儿部装备库 他就在这里工作的女儿 他拿着小铁铲 判断丧尸的胳膊和腿 迅速进入装备库中 找到了女儿 此刻 不少丧尸居民 涌到通往城市的桥梁 政府为了阻断感染 竟直接发射两枚导弹 插入了桥梁 导致孔雀岛电力禁毁 第二天 小安的妹妹饥饿难耐 都开始啃遥控了 小安给她喂奶粉喝 还拿了把树叶要给母亲吃 母亲直接不向妹妹 但幸好有玻璃拦着 小安却被吓出冷汗 她赶紧用菜叶吸引母亲出来 然而母亲却不小心 把电视柜的底座打掉 导致电视机直接派中了她 当场隐恨西北 小安很难过 于是便把母亲 拖回了御室安歇 现在家中食物好尽 小安必须出去觅食 她将妹妹绑在身上 手拿一根球杆 用猫醒丧尸的注意 立刻打开门 猫看到丧尸 熬的一声 撒嘴就跑 丧尸听到叫声 立刻冲到家里 将猫姓人吃掉了 猫姓人 临死前表示 主人原来不是人 是真狗啊 小安呢 则趁机逃跑 小安跑到超市 被老警察救下 此时 老警察的女儿 也变成了丧尸 但她觉得 一定有药能治好 接着 梁从电视台里听到 正负了一决后患 准备把整个恐惧岛的居民 全部杀死 老警察思索一阵 突然想到 高尔夫球场的草地 常年都追虑的 肯定用的化学药物 改变了草地 原来 这场危机 就是那颗高尔夫球 沾上了草地上的化学物质 污染了水源 他们前 来到水场调查 老警察的女儿 突然奔跑起来 他们两人立刻跟将冲 只见女儿 来到一处水房 跳进抽级训练的干水池 老警察也跳了进去 警察上 水里有一只丧尸克莱 老警察立刻将女儿挡在前面 掩盖人类的味道 果然 男丧之不再靠近 但小安却发出了声音 男丧之被声音吸引 直接朝小安追却 小安则快速躲进车里 老警察把女儿往上拽 却不小心拽断女儿的小臂 但他也顾不上伤心 必须先离开这里 便带女儿上了车 驱车前往球场 但就在此刻 一对双猫胎杀手 在球场 砸碎鸣解毒弹 将毒素彻底进化 然后在球场内 安装了定时炸弹 准备销毁整个球场 小安和老警察 也在此时到达 他们各自安排好家人之后 一同在球馆内探查情况 结果半途中 妹妹哭声不断 小安只能先行返回 结果却发现妹妹不见了 老警察呢 则一个人探查 很快发现了炸弹 但她的身体 却在变业 一定是刚才泡了汁水的缘故 但她呢 还是极力保护神智 在炸弹倒计时 最后2.6秒时 拽断了炸弹的线路 阻止了爆炸 而另一边 妹妹拿着胡萝卜 往嘴里塞 双猫胎杀手出现 其中一个将绿色的毒株 放在地上 指引妹妹吃进肚子里 用心简直极其恶毒 连小孩子都不放过 小安这时赶到 抱起妹妹 结果被双猫胎 一前一后拦截 后面的杀手 背住小安的脖子 前面的杀手 捂住妹妹的嘴巴 想要送两人见上帝 这时 妹妹一口咬掉 杀手的手指 原来 妹妹变成了丧之 这时 变成丧之的老警察 冲了出来 制服了一名杀手 不小心踩破了截毒弹 妹妹瞬间吸入肺里 这时 老警察冲向小安 小安直接用妹妹挡刀 毕竟两人是同类 小安减她不再攻击自己 便将老警察妇女 关在一前 然后将自己与妹妹的视频 传上了网络 表示工具岛还有幸存者 而此刻的双胞胎 发现对方都被丧尸咬中 虽然他们吸入了截毒戒 但都不相信彼此 直接不想开枪 落地成河 上传完视频后 小安带着妹妹离开了球馆 遇到前来小时的生化兵 但小安刚要呼救 就发现一名幸存者 被生化兵无情击毙 妹妹顿时被枪声吓哭 原来 妹妹吸入了截毒弹 让她恢复了正常人的状态 老警察此刻也是如此 小安带着妹妹躲进树林里 生化兵进入球馆 将老警察妇女离病烧死 小安来到海边 发现一艘救援小船 正朝孔雀岛划来 她立刻招手事业 船上是普通人组成的救援组织 他们将小安兄妹接到船上 离开了孔雀岛 这时 小安将手里的断臂 扔到了海水中 只见一条鱼又来 吃下一口断臂血肉 便移成了丧尸鱼 一场浩劫又将来临 本片玩 本片叫大脑冻结 本期问题 你用手机一般玩什么呢 玩游戏的扣三个一 听阅刷视频的扣三个二 学习的扣三个三 其他的扣四个四 小安绝对是欧皇 竟然打游戏 喝可乐逃过一劫 还救了自己的妹妹 如果有续节 小安肯定还是欧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伯乐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by bwd6